好,我们接下来做的是Arduino的韧体烧录 如果你的Arduino已经韧体做了改变 你需要重置的话 那我们点选这个Uno烧录韧体 在点选之前你必须先选择Port 如果你不选择Port 它会告诉你说你没有连到Port上面去 所以你必须先点选你现在设备的Port 那你可以重新让它侦测一次Port 好,我们在CAM3,我们点选烧录韧体 那它就会进行烧录 烧录完它会告诉你韧体烧录完成 到这里它就烧录的时候 它可以写Thank you 就表示你已经烧录完成了 那这个时候你Arduino的板子 就恢复我们S3Extend 这一个2S的预设认体 就是StandifyMataExpress 这一个INode的认体 但我再做的是 加油 非常 好 好 有